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週的一週多情 司司和張婷等客戶來看地 客戶正是佳妖和Carol 佳妖見司司身邊有年輕帥哥 不禁吃起初來 不但刻意講話酸司司 還開了很低的價格 張婷聽出,佳妖和司司有很深的關聯 詢問後才知道佳妖是司司前夫 回公司後,Carol氣佳妖對司司救情難忘 要她別忘記把柄還在自己手上 佳妖趕緊安撫Carol 表示都已經配合將文貞下去看醫生 沒有人可以阻擋他們在一起 後來文貞打電話給佳妖 告知自己需要住院 Carol開心不已 司司和張婷將佳妖開的條件告知莱淳罵 招來吹罵拒絕 兩人只好離去 突然,警局來電告知找到撞死陳昊的車子 司司猶豫是否要告訴惠君 另一邊,惠君在走廊上遇到司惠的小安和威廉 馬上啟動自己的八卦雷達 心想兩人的關係絕對不單純 後來接到司司來電要她到警局一趟 警察向司司等人解釋如何發現車子 可惜因為是暴失車輛 與車主無直接關係 警察承諾一定不會放過任何線索 張婷則推論出 應該是一起預謀犯案 而非單純的造勢逃逸 文真收拾好行李準備去住院 拜託大家幫忙照顧佳搖和依童 家純要她放心 和文章回房後 兩人都覺得可能是佳搖和Karo在搞鬼 不久後 Karo假哭趕來送文真 文真也要她幫忙照顧佳搖和依童 Karo暗爽答應 請管理員幫三人拍合照 Karo和佳搖卻利用拍照時 偷偷在文真背後牽起了手 夜晚 佳搖試圖破解正雄雲端密碼 忙到沒時間理Karo Karo逼問佳搖在做什麼 佳搖不得意只好說出實情 Karo才知道為何佳搖要裝飾稱號 表示會請駭客朋友幫忙破解密碼 另一邊 文章找到正雄手機 發現開機密碼竟然是自己的生日 既感動又難過 進入行鄉後 卻被通知有其他人嘗試登陸 文章猜想一定是佳搖 史詩前來關心萊純罵的身體 萊純罵頭昏沒站穩 史詩和張婷趕緊送她去醫院 檢測後發現是糖尿病初期 史詩不放心讓萊純罵單獨在醫院 只好到一旁打電話給成功 表示無法參加婚禮 張婷和萊純罵聊起史詩的過往 萊純罵表示同情 同意接受佳搖開的條件 不久後 佳搖接到適時電話 通知租地條件已經談好 要她盡快來簽約 佳搖開心 覺得最近任何事情都很順利 進條辦公室後不免有些囂張 萊純罵故意等佳搖簽完合約 準備換自己簽名時 表示要加住條款不能蓋賣場 佳搖瞬間傻眼 該口不租地要買地 萊純罵開出天假 佳搖氣得離去 詩詩和張婷才知道 原來萊純罵是想替詩詩出口氣 威廉要雲嫂幫她將成功從婚宴會館騙出來 雲嫂不肯 威廉用溫情攻勢 甚至下跪喊罵 佑貞也出來懇求 雲嫂終於被說服 成功跟著雲嫂來到左廊 威廉從背後偷襲將成功敲昏 拉進某包廂 此時眾人完全沒想到 成功正身陷險境 威廉用成功的命威脅大慶 大慶必不得已說出密碼 佳搖和阿曼來 到處都找不到成功 就在危急關頭之際 眾人找到昏迷的成功 成功醒來後 希望大家別搞出猶新 來到婚禮現場 威廉推著大慶出來 雲嫂勸威廉趕緊離開 威廉表示 大慶想看親神兒子完婚 他決定成全 雲嫂勿力阻止 婚言現場一片和樂 就在儀式即將完成時 威廉推著大慶出現 對大家說出了 禮貓換太子的真相 成功不敢相信 眾人痛罵雲嫂 佩英無法接受女兒嫁給殺父仇人的兒子 要成功在大慶和優欣之間做出抉擇 大慶不願讓成功為難 含糊含著不認成功 想要離開現場卻摔倒在地 佩英要大慶別裝可憐 自己絕不會原諒他 佩英衝出會場 優欣也追出去 成功崩潰痛哭 優欣安撫佩英 也為成功說好話 但佩英被仇恨蒙蔽理智 覺得是因為自己沒養過優欣 優欣才無法理解她的痛 也不管外公受的冤屈 失控打了優欣一巴掌 威脅優欣如果要嫁給成功 就斷絕母女關係 後來優欣來找成功 告知佩英的態度 問成功是否還想娶她 成功兼具表態非她不娶 承諾會努力化解佩英的心結後 光明正大的許游欣 兩人緊緊相擁 威廉開心的和國外律師連線 打開海外保險箱 沒想到裡面只有一張紙條 寫著 不管是幾個星 你都不會是我潘大慶的兒子 威廉才發現又被大慶耍了 氣得要殺大慶 索性再次被成功鎖救 原來之前大慶求阿滿幫忙找到成功 將海外保險箱密碼給她 請她用這筆錢救行眾集團 成功表示 自己無法和大慶相認 但會請雲嫂好好照顧大慶 詩詩表示想請成浩的朋友幫忙破解密碼 文章才想起Carol帶去佳妖辦公室的人就是個駭客 在Carol的朋友快要破解密碼時 詩詩搶先想到正雄可能會用的密碼 順利將錄音檔轉走 佳妖進入信箱後 只看到文件檔 以為錄音沒被上傳雲端便放了心 不料詩詩和文章早已聽到一切 文章回家看到佳妖 忍不住痛後佳妖 一副要殺了她的樣子 但想到佳淳和文貞得知真相時的痛苦 決定鬆手回房 佳妖以為文章是發現她和Carol的事才持續生氣 佳淳回房後 文章緊緊的抱住她 不敢說出真相 只是一直向佳淳道歉 美玲和佳淳婆媳關係溫馨 但文章擔心 美玲得知正雄過失真相會改變對佳淳的態度 此時佳妖回來 並要求文章去南部督導倉儲籌備事宜 文章本不願去 但美玲覺得文真不在 文章應該要幫忙公司 文章才不得不答應 並麻煩佳淳這段時間多多照顧美玲和文真 文章去南部前來探望文真 提醒她要注意佳妖和Carol 但文真仍覺得是文章錯怪他們 這時佳妖出現 文章警告她別再欺負文真後離開 佳妖拿了幾份文件給文真簽 並找醫生詢問文真狀況 欺騙醫生說自己身上的傷都是被文真打的 但文真不記得 以上就是本週的一週多情 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 下週也別忘了持續鎖定一週多情喔 喜歡的朋友們也請記得分享出去喔